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速度 是快速简洁 那么首先一个我们说法国的进攻线 他昨天是这样 吉鲁格里斯曼两个人好像有点像双中锋 吉鲁看着是摆在左边 他往中间靠 格里斯曼在中路 姆巴佩在右路 那么在进攻的时候他等于是三个点 吉鲁是一个吸引对方的 是一个支点 那么格里斯曼和姆巴佩负责冲击 那么他的进攻体系比阿根廷好在他多一个进攻点 那么这两个点的进攻让对方防守起来 就有一定的顾忌 顾此失彼 那么他昨天进攻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打出了速度 那么在后场一旦抢断下球来以后 波巴他的直传昨天传的很多 而且威力很大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进球就是波巴的传球 然后姆巴佩从后场高速的插上 一直插着对方进去 他在这中间超越了对方的边后位 超越了对方的中场 那么从这插进去的 那么到这点的时候 那时候姆巴佩有一个小小的技术 大家没太注意 他往住件稍微抹了一下 抹这个三号 这三号没办法只能犯规了 如果说姆巴佩很乖的很老实的这么带 三号不会有这个犯规 他斜着往里边一带这么一抹 三号没办法就控制不了他了 那么这个球充分的表现了姆巴佩的速度 当然这种直线进攻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第二个进球是从这边打的 这边打的 这个左边路 马图伊迪和这个左边后卫21号 这个爱尔南德斯 两个人打 这个谁啊 马图伊迪的直传 爱尔南德斯的下底 全中造成第二个进球 也是打的速度 打的速度打得很简洁 虽然都依靠速度 但其实看这两个进球 他们的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对 第三个进球呢是边路的传中 这个边后卫的远射 乱战之中 十号 最后打进去的 又是姆巴佩 姆巴佩打进去的 这个球呢姆巴佩是在左侧 体现了它技术的细腻 法国队的进攻四个球 有三个球是直传打对方最后一道防线 造成了突破 就是直线进攻 一条右路的直线 一条左路的直线 一条中间的直线 所以这场法国队的进攻 成功在于快 在于打的简洁 这是法国队的进攻 那我们再看看法国队的防守 他昨天的防守非常成功 尤其是上半场 梅西基本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没有太好的机会 那么法国队是怎么防的呢 13号坎特主钉梅西 钉人防守 那么恰恰呢 这个阿根廷昨天的进攻 他把梅西往回撤 他打了一个无风阵 其实最近几场阿根廷的比赛 梅西也一直都比较撤得深 对 无风阵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阵型 这么一个阵型 法国的防守呢 在这一侧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就是说用这个坎特 盯住住 限制住梅西 这个博巴他们这一侧 限制住巴内加 不让巴内加呢 以束缚的传球 那么其他的人收紧 然后呢相对的放边路 放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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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清楚 特别有针对性的防守 没有梅西 没有梅西的这个进攻 梅西不再禁区 前沿出现 对 他们随便怎么传 对 传中位 无所谓了 对 无所谓 所以呢 坎特昨天对梅西的防守 是成功的 我算了算坎特 经常是跟梅西一对一 但是呢 他也不很下脚去抢梅西 他给这里有定位球的机会 坎特昨天的防守啊 这个抢劫的成功率 比其他场次要低 他不像其他场次 他对谁 他能直接把球抢下来 但是他是一种干扰性的防守 他对梅西呢 是阻截为主 我不让你过 对 不让你过我 就没问题 所以昨天呢 俩人基本上是打成平手 我此前说过 我很渴望看到坎特 世界最佳防守中场 和世界最佳的前锋 俩人对决 那么昨天坎特的防守 应该说相对是成功的 没让梅西过 当然 梅西的控球 坎特也没能抢得着 对 所以俩人基本上是平手 但是从总体战略上来说 限制住梅西以后 阿根廷的进攻 虽然在这边路上半场 有很多边路船中的机会 但是由于禁区里没有人 没有点 没有人 所以呢这个也不成就不成功 那么阿根廷的唯一上半场的进球 那是一个远射 是这个谁啊 迪玛利亚 在外围地交远射 这个就带一定的偶然性 当然这个也和梅西西 抵了坎特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波巴呢 又没有及时到位 所以把这放空了 让这个迪玛利亚的 迪玛利亚这一小球 打之前还有很长的观察 和调整的时间 对 那么这个呢 就说阿根廷的这个进攻啊 遇到了法国队的这个防守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阿根廷这种无风阵 我个人认为呢是不成功的 那么如果我们设想 如果在前面有一个衣瓜音 有一个衣瓜音 这个那么局面就会有所不同 但是昨天呢 我认为阿根廷最大的败笔 就是没有衣瓜音 前锋没有支点 你让梅西又被控制在外面 那你两个边路的船中 是吧 你再怎么打 中路没有人 是吧 这个就是昨天 阿根廷之所以不利的最大的原因 而法国针对阿根廷这个阵型 采取了很好的防守的策略 尤其是坎特限制梅西这一点 所以使整个阿根廷的进攻 没有能够受到很好的成效 足球到中大 问道张志导 欢迎回来 我们这一场比赛已经摆好了 就是乌拉圭2比1葡萄牙的这一场比赛 乌拉圭是蓝色的 葡萄牙是红色的 对 张志这一场比赛 您要给我们带来哪些支持点呢 咱们还是从两边的进攻和防守来分析 首先我们说乌拉圭的进攻 大家看乌拉圭这个队的进攻打法和别队不太一样 他在中场很少有那种过多的传递 尤其是横传啊回传啊这种很少 他不太讲究控制 他讲究的是什么呢 是直接把球打向对方的要害 就找这两位 卡瓦尼和苏雅雷斯 然后就靠这俩人个人的能力 就怎么反正想法能把这球鼓得进去 打的比较简单 打法非常简单 但是呢 招招都是奔着对方的要害 所以别看他进攻次数不多 在所有这些队里 我感觉乌拉圭可能是进攻次数最少 昨天他传球大概200 不到300次 200多次 也是个极简主义的球队 对 就是快速简练 那么昨天呢 基本上苏雅雷斯在这一侧 控球以后往前突 是吧 那么卡瓦尼呢在这一侧接应 但是他第一个进球呢 我们看呢 这俩人换了位了 这俩人这时候是 前场也比较灵活 哎 那么 当时呢是 卡瓦尼在这一侧拿了球以后 大范围的转移 一抬头 苏雅雷斯这次这一侧周手要球 正好要球 啪 传过去 非常精准 苏雅雷斯拿球 小带了两步 一抬头 看见卡瓦尼往前插了 咯 又传过来 卡瓦尼头就打进去 两个人简单的前场配合 对 这个球的 我看这么多年球 像这样的进球 我是头一次看到 头一次看到 头一次看到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什么呢 就是俩人打了一个远距离的 撞墙配合 撞墙配合 这个距离 五六米 七八米 这就已经不错了 就很大距离了 甚至有的时候 两三米三四米的距离 都是常见的 那么曾经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时候 出现过这种 就是中锋和边路打 我传给中锋 中锋背对对方后卫的时候 把球往这传 边路传上去 这个范围就已经覆盖半场了 结果这个俩用了一个整个的球场宽度 对 这个大概有个二十多米 三十米的这种传接配合 那么昨天这个是覆盖全场的 五六十米 五六十米的传接配合 像这样的配合 堪称静点 他们俩之间得多默契 对 所以我在说这两个人 这个叫什么 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像说哲学物语方面了 有一种感应 这第一个进球非常精彩 那么第二个进球也是快速的 它是怎么是从中路直接打的 这球打得更简单 更简单 这个 后场 手边发一个高球 好像是苏雅雷斯一争 过了顶 前面有一个队员 是谁 我没看太清楚 横着一船 卡瓦尼上去就一脚 又是很简洁的意思 对 非常简洁 就是一个直线 打过去大概是两船 那么乌拉圭的防守 是怎么着呢 他有时候会到前场去抢一抢 但是大部分时间 他八个人是收缩的 收缩的 那么他昨天的收缩 就跟我们前面说的法国队有相似之处 收得很紧 防中路 防中路 两个边放出来 你葡萄牙你一想传中 你就传吧 我不怕你 因为我有谁啊 有戈丁 有西梅尼斯 有西梅尼斯 这个穆斯莱拉的出击 所以我 他觉得我能控制高点 所以昨天他的防守 我们说跟法国队那个近似 收中间放两边 进攻跟法国队也近似 直线的快速攻击 简洁大方 所以昨天这两个队的成功 他是从攻防两个角度看都有相似之处 这个可能是这一届世界被未来取胜的队 经常会采用的 也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看来这么打就有可能取胜 对 那么反过来说 那种打法繁琐的球队 可能就 把自己绕梦了 那么昨天葡萄牙的问题 就在于他打法太繁琐 其实葡萄牙现在的进攻 你有西罗的高点 对 高点冲击 完全可以检练的边路起高球 这个对方防不住 因为他要如果防边路 防得太多 中路碰钢一旦出来 对 西罗就会有从中间冲击的机会 那么他收了以后 其实昨天葡萄牙在边路 船中的机会非常多 非常多 但是他迟迟不船 昨天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就说他们把球打到边路之后 中间西罗都跑到位置上了 要不到球 到这儿了等着 这俩人在这儿 你说我我传你 再往这边再倒倒 那你到了这儿了 你又从这儿内线又走不进去 你干脆传就完了 你俩人倒来倒去 最后不是还得传吗 所以就在那拖延 实际上 我们说西罗的高点强攻是有效的 这个是有验证的 昨天其实有验证 昨天刚开场不久 这边有一个高传球 西罗跑前点吸引了对方两个后卫 这是个六号风特 从后边就一个头 近距离投球 这球顶偏了 这个球就是葡萄牙现在最常用的打法 也是黄马用西罗最常用的打法 就是什么呢 西罗在后点 传过来之后 西罗能睁顶 西罗直接睁顶 西罗不能睁顶不到的时候 过渡一下 因为它吸引了对方的中后卫 和对方一个边后卫 对方边后卫必须在这儿保护 对 要不防住西罗正后 要开住西罗 那么这时候后边就会上一个人 这个人往往是更有威胁的那个点 所以西罗他自己可以争 也可以给同伴碰到机会 吸引对方 那么昨天开始就 风特就有这个 但是此后就不太打了 我们再说葡萄牙那个进球 葡萄牙的进球是怎么回事 进球是这边的角球 发起来之后 葡萄牙三个高点 在这儿争 那么对方的这个哥丁也好 西文内斯也好 虽然高球争得好 架不住对方高点多 对 西罗第一个高点高高跳起来 把这俩人就吸引了 后边这个佩佩 佩佩 就得到了机会 头球直接供门就供进去了 而后边还有一个风特的 佩佩即使争不上 风特还能争 所以这个高点强攻是成功的 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是谁 但是葡萄牙没有跪撤下去 他没有坚持 他后来就不打了 又在外边磨磨 半天传一次 半天传一次 弄得西罗 他们在这前面等着 有时甚至中方位都上来等着 这球还不传 最后被人家断下来打反击 所以这个就我认为 这是葡萄牙 我始终不太理解的地方 后来葡萄牙换上谁了呢 65分钟换上一跨雷斯马 这跨雷斯马是干什么的 跨雷斯马是在边路玩技术的 是吧 又不明白了 把他换上去 他在边路那带过来弄过去过个人 结果呢 被耽误时间 让这里边这几个人等得更乘着急 相当于越换越复杂了 没错 然后呢又换上一个谁呢 费尔兰德斯 费尔兰德斯 干嘛呢 费尔兰德斯是干嘛的 是远射的 远射 上来以后两脚远射 结果呢 你说这帮高点大腕们都在这等着 等着是让你传球的 对 你在这玩远射 他们干什么 他们只能满钱补射 当炮架子 是吧 所以他整个这个打法呢 就不配合 让人不太理解 所以我认为昨天葡萄牙的失利 和他的教练的这个部署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关键就是太过繁琐 太过繁琐 而成功的 我们说法国也好 乌拉圭也好 一个防守 收得紧 收中放边 一个进攻 快速简洁直线 打对方的要害 这就是成功之道 没错 好了那我现场听了 张指导跟我们讲解的 这两场比赛之后呢 总结了两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是在进攻方面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另外一个道理呢 是在防守方面 当面对对方的球队当中 有绝对的巨星级的人物的时候 防守 放边路 收中路 这样的时候 掐住他们那个火力点 对 就有可能取胜 那这两场球呢 非常的精彩 但是我们也非常无奈地 挥别了梅西和C罗 希望接下来的赛程 可以越来越精彩 足球到中道 问道 张指导 再一次感谢张路 张指导可以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您 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场的比赛 和下一期的节目 拜拜